從1949年開始 金門人用你們的犧牲 你們捍衛了中華民國 執政的民進黨 天天反覆地強調地問 現在誰對台灣最有敵意 誰天天派軍機 軍艦繞台 進行軍事演習 我郭台銘願意 直接明白地回答 將台灣逼到戰爭危機的邊上 就是原本應該兩岸加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如果我當選總統 開啟大談判 就以金門為兩岸新設的 新的長設談判地點 重新開啟 兩岸和平前景的談判大門 金門和平宣言 郭台銘 2023年5月13日 台灣有2300萬人 誰最了解戰爭的可怕 誰最渴望和平 不是台銘 不是任何過去三十年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 而是金門人 馬祖人 從1949年開始 八二三炮戰 八二三炮戰 單打雙部黨 金門人 用你們的犧牲 英勇 痛苦 失去頂腿 甚至失去自欽 你們捍衛了中華民國 你們站在第一線承受 你們是全台灣人民 過去 得以安息樂業 國泰民安 經濟增長 科技發展 等的恩人 台灣本島的人 不能 也不可以 遺忘了你們 因為你們 中華民國台灣 還有今天的和平 我在此 向所有過去七十年 你們偉大的付出 奉獻 和甘苦 表達深深的歉意 和質疑 沒有金門 沒有台灣 沒有中華民國 沒有馬祖 沒有台灣 沒有中華民國 台銘此次參加 代表 國民黨初選 徵召競選活動 提出的競選理念主軸是 和平 繁榮 青年 而和平最重要 因為經濟繁榮 政府青年 能為人民帶來幸福 都必須建立在 兩岸穩固的 和平的基礎上 執政的民進黨 從總統 到主席 到立委 到主要的幹部 天天 反覆地強調地問 質問 現在誰對台灣最有敵意 誰天天派軍機 軍艦繞臺 進行軍事演習 是誰讓台灣 變成世界上 最危險 最兵凶 占為之地 是誰讓世界上 所有到台灣 來投資 與進行經濟活動的 國際經貿 科技 等都受到影響 我郭台銘願意 直接 明白地回答 現在對我們 中華民國 台 從金馬地區 實施壓迫性的軍機 軍艦繞臺 採取最有敵意的 軍事作為 將台灣逼到 戰爭危機的邊上 就是 原本應該 兩岸加興 應該同為中國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不過除了 這個表面看起來 如此的明顯的答案底下 跟應該同時 問 問的是 為什麼大陸這段時間 對我們有這麼深的敵意 為什麼 甚至連蔡英文總統 主政的第一個四年 都沒有這種 不斷軍員 軍艦 軍機 不斷繞台 施加壓力的做法 也要 也就是要反思追問 這些做法 究竟是 針對誰來的 又是誰造成的 那麼我郭台銘 也願意直接 明白地回答 這不是針對 台灣人民而來的 而是針對 執政的民進黨 種種挑釁行為而來的 言行而來的 民進黨持續否定 過去兩岸可以和平 可以談判的共識 不斷破壞 兩岸可以 友善互動的管道 不斷偏離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造成了今天的危機 九二共識包括 一中和各表 兩部分同等重要 一中指的是 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 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中 也是國際上 各種公報上 所確認的一中 甚至於 也是美國 台灣關係法 都必須承認的一中 那麼多文件 上都規範一中 而大家對一中 會有不同的說法 這就是一中各表 這就是共識 不只是兩岸的共識 也是歷史所作造出來的 到現在 沒有改變的國際共識 在兩岸間 九二共識 具有高度的未來性 具備有高度的未來性 表示雙方同意 對一中的定義 與長遠中國 前途有所分析 在這個前提下 而展開具體的現實做法 那就是雙方互相同意 只進行事務性的商談 在事務性協商 可以不涉及 一個中國的政治議案 這很清楚 我們已經有了第一步 的談判基礎 可以持續談判 實際上 從1992年以來 也維持談判了二十幾年 但是 為什麼不談了 現在反而道對道 兵容相見呢 很暗的 那就是因為 民進黨 執政當局的一中各表 偷偷進行了 偷糧換組 故意代換成 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一邊一泊 等說法 並在創造流傳 這些說法的過程中 進行 仇恩動員 製造族群對立 撕裂台灣 這是內外兩面的政治操弄 逐步將共識 改為分歧 再將分歧 催化為對立 今天民進黨 民進黨感受到台灣人民對戰爭的高度焦慮 為了拉攏 拉攏 中間選民 選票 改口說 和平保台 說 抗共產黨 不抗中國人 但實質上 操弄議題 挑釁中國 徹底阻斷 台灣人民 和中國大陸人民 互動 的互動交流 請問 如何要讓中國大陸人民 甚至於 國際社會相信 這只是要對抗共產黨 沒有要仇視 敵對 中國人呢 我主張要在 一中各表 的原則基礎上 站穩 中華民國的立場 和大陸 重新展開談判 我選的是 中華民國總統 我代表的是 中華民國 這裡 就沒有 台灣獨立的問題 沒有台獨因素 共機 就不該 再擾台 共機不再擾台 兩岸就可以坐下來談 對各表 部分 要談多久 都可以 雙方原本 就同意進行 最廣泛的 事務性協商 如果我當選總統 就會根據憲法一中 開啟大談判 而且 而且什麼別的地方都不去 我也極力主張 就以金門 為兩岸新色的 新的長色 談判地點 以金門為新的起點 好不好 我會組成跨黨派 跨族群 跨世代的 談判團隊 重新開啟 兩岸和平前景的 談判大門 堅持以 談判以堅守台灣 民主 自由 法治 尊重 兩千三百萬人 既有 生活方式為前提 不拘任何形勢 抱持最大耐心 可以從 一點一滴 開始談 認認真真的 重新探索 雙方認同的程序 與原則 我要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有能力 在科技經濟上 做到世界一流水準 在和平談判上 我們也一定能夠 達到最高等級 有利有協 有為有所 對不對 對 在金門 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誠意底 直接談判 不需要任何其他外國勢力 介入 需要談多久 就談多久 在沒有談成之前 互相尊重 恢復雙方 正常的民間交流 耐心 長期的談判中 當然還是要有 恢復 台灣國防安全 還是要有戰備完善 護台的軍事部署 需要有 尖端先進武器的 研發引進 但重點是 加強國防 絕不意味著戰爭 我們的子弟當兵 是為了所謂 和平與民主自由的 崇高價值 不要充當 政客 錯誤政策的炮灰 如果當選總統 我會立即在金門設立 823號戰 永久紀念 歷史園區 緊中長明 戒勝戰爭 然後積極設立 兩岸談判的 長設處所 要請對岸代表 前來見面討論 我們不需要 到任何其他地方去 也不需要任何 外國個人 團體 組織 居中 傳說 傳話 我的使命是 唯有兩岸正常的 和平交流 在和平的基礎上 創造台灣的繁榮性 今天我來到金門 遙想當年 台銘從軍 駐守金門 整個待旦 正蒙炮戰之際 森林單打雙不打的威懾之下 過去幾十年了 台銘常常被夢中 隆隆的炮聲驚醒 作為一個過來人 一個當事人 台銘在此 感慨換錢 面對 金門的父老鄉親 面對台灣 兩千三百萬國民 面對中國大陸 十四億的同胞 我堅定地喊出 我們要和平 不要戰爭 我們要發展 不要衝突 要恢復過去的文化經濟 青年人等交流 台灣要跳出 兩黨鬥爭 台灣要走出歷史的陰霾 要有尊嚴的 爭取和平 維護自由民主的體制 要做全世界 經濟和平島的中華民國 我希望希望 謝謝大家 在台灣 中華民族 我希望 我希望 來自一位 英文的 文化 和我的金曼 Peace Declarations 稍後 你的臉書 謝謝你再次 我會想看見你 在台北 謝謝 拜拜